好以前部分我们要带您关心 高手市传出有外籍移工在14天检疫期 届满之后违规混搭同一辆游览车 前往医院筛检 而且传出可能有疑似的病例 那么现在曾经与移工接触的民众都非常的紧张 我们带您看到数十名的外籍移工呢 分出在不同的检疫旅馆 10月25号14天检疫期满之后 雇主安排自费裁检 但是来看到他们这群人是混搭了同辆的游览车 前往医院检测 传出有一例验出的是阳性 可能是成为疑似病例 那么同车的移工全交回要再隔离14天 指挥官程序中表示 对于这样的情况 疫调都会来进行 国内的防疫可以说是步步谨慎小心 不过我们来看到英国的新变种病毒呢 这种变种病毒是B117 却在此时入侵了亚洲 香港23号出现了两例的确诊 与新变种的病毒株基因序列是相同的 那么除此之外 香港之外 新加坡24号也出现了首例的确诊 日本媒体昨天也报道 从英国返回日本的有5名的日籍 人士这5个人 在返回日本之后 检验都呈现阳性 目前已经确认感染到了变种病毒 这也是日本境内首度出现的 5例变种病毒株的确诊个案 那么明天呢 华航方面即将有一架班机 根据了解 12月27号这英国的航班班机 在明天晚间6点多左右即将会抵达到台湾 根据了解呢 这飞机上搭载大约是120名的旅客 根据了解 淘机公司将会派专员带领旅客呢 搭乘的是防疫的巴士 这巴士将会采取是梅花座的方式 一车20人 那么会有6辆的游览车 搭载所有人 他们要送往的是集中检疫所 进行14天的居家检疫 还有自主健康管理 而新变种病毒的出现 也让国际疫情是雪上加霜 这马来西亚方面呢 病毒变异A70EV 当地卫生部表示 这该国有高达85%的病例 都是这样的病毒 推测新型变种 已经成为了传染力更强的优势病毒 也让各国绷紧神经 变种病毒袭击英国 许多国家已经禁止英国旅客入境 指挥中心日前也宣布 英国非台湾航班数量减半 但华航27号将再搭载120名旅客返台 是英国旅客返台集中检疫以来的最高峰 指挥中心不敢大意 指挥中心启动专案加强备战 陶级也声明入境旅客27号晚间抵台 入境后一律直送检疫所隔离14天 进行裁检 包括机组人员也得14天居家检疫 和七天自主管理 机场动线全面消毒 六部防疫游览车才没花坐 各项规定裂好裂满 就怕变种病毒入境 让疫情噩梦卷土重来 防疫团队绷紧神经 但此刻国内却传出高雄外籍移工 在14天检疫期满后 违规混搭同一辆游览车到医院筛检 不料有医人出现疑似病例 导致同车的所有余工都被紧急召回 在隔离14天 防毒病毒外界担心出现破口 不过一切还需以指挥中心公布的数据为主 记者综合报道